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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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是Chris Summer 今天終於達到了 76點Q&A 耶 謝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沒有你們的支持,我都不會做到今天 今天 我們就是要回應大家的問題 事不宜遲 我們就回答觀眾的問題 耶 好了,我現在一一回覆他的問題 第一條,他問哪一個YouTuber 是低於300訂閱者 而有幫你最多的呢 其實你就是幫我最多的YouTuber 因為你有時 會教我剪片,有時 我剪輯上有些不明白,你都會教我 第二條就是問 你會不會想轉你的YouTube頭像 我也有想過 但是就想想 轉什麼類型的頭像 第三條就是問 下次不如一起拍一下影片 也好,反正我就是有時間的 不過就要想想 拍什麼類型的影片 第四條,你將來會拍什麼類型的影片呢? 那其實我會考慮拍一些寫作啊 彈琴啊 或者一些畫畫啊 或者一些好書推介的影片的 那之後第五條 你會什麼時候上載你的影片? 那其實我現在已經在拍的了 是的,我是星期五 就會上載這條影片 那第六條 哪一個是你最喜歡的YouTuber? 昆蟲妖西和一個日文的頻道 也是我最喜歡的YouTuber來的 好了,那我現在就要回覆第二個人的問題了 那他第一條問題就問 你有沒有試過同一個小版? 我沒試過的 那第二條就是問 他喜歡哪個YouTube頻道? 呃,你指的他是指哪個呢? 如果是我的話呢 我就最喜歡昆蟲妖西和另一個 我不知道怎樣讀的日本昆蟲頻道 那第三條,你是蠢的嗎? 我不是蠢的 我現在就要回覆第三個人的問題了 那第一條就是問 有什麼動力讓你開始拍片做YouTuber? 那其實呢,我有一個教會朋友 就是做YouTuber的拍片 那我就覺得他很厲害 他的配樂那些展輯是怎樣整成的呢? 那我就想試試玩一下 就因此而做到YouTuber了 那第二條就是問 未來有什麼目標和方向嗎? 有的我的目標就是500訂閱 就是暫時現在來講 那方向其實我只是拍到一些不同類型的片 不要只是拍昆蟲片 那樣的 好,那我現在就要回覆第四個人的問題 那這個人呢就是問 你幾多歲? 你幾時生日? 其實我現在就是10歲的 幾時生日? 我是2010年生日的 但是至於幾多月幾日我就不能說了 因為是一個私人來的 好了,那我現在就要回覆第五個人的問題 那這個人呢就問 有沒有考慮拍鋼琴寫作畫畫好書推薦之相關的片 其實我是有想過的 那我應該也是會拍的 那第二條呢就是問 有沒有比較不喜歡的昆蟲? 其實我是沒有什麼比較不喜歡的昆蟲 我只不過是有部分怕的昆蟲 那就例如是 虎頭蜂啊這些我都是比較怕的昆蟲 那第三條就是問 為什麼不喜歡玩遊戲機? 那其實 不喜歡的原因可能是我自己 自己覺得沒什麼興趣 沒什麼好玩 那之後第二個因素就是 因為可能我爸爸我媽媽都沒有打到機 那所以就沒有影響我 那第四個問題就是問 最想去世界上的那女 其實我最想去台灣的 因為台灣聽說就是有很多昆蟲 有昆蟲王國之稱 其實我也是很想去的 好啦那你就來到最後一個問題 這個人呢就是問 我想不到有什麼要問你 那就等到你想到詩詩問我吧 好啦那這條片呢就到這裡了 那很感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那我也會繼續拍下去的 就是這樣了 那我們下次見啦 拜拜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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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